来之前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想着被抢过了回去 现在是早上三点半 刚才从酒店出发 昨天晚上预约了一个秃秃车 一直等 看到远处一个光过了 我就先把这辆车南岸来了 好好是个秃秃车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预定的 坐船四点钟 但是现在我们来了之后 也就我们三个人 然后加上个流浪汉在这躺着椅子 目前这个圣马蒂岛这个港口大街上 基本上没什么人 我们今天要坐船 坐四个多小时 肯定晕得不行 之后还要再坐非常颠的一个路 知道中途不要出任何插手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赶不上我们的飞机了 那个船长和船员 跟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这边就这艘船错过了的话 就得等到第二天 到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回去 把那个行李箱推到那个车上 然后拿个泡躲起来 就OK了 现在我们刚坐上了这边的车 开大概四个小时左右 其实只有七十几公斤 难度在于它的路非常破 就是很电 现在又重新返回潘马塔铺了 今天早上我一直很担心 这个船能不能回来 现在非常热 我现在要去饭 饿死了 一会儿拿来平米 然后去中餐馆 今天晚上8点半 我们要坐大巴到那个坎那里头 八个腰坐到第二天早上 四五点钟 就结束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所有节目 电视放得非常的包装 i know you 我正好坐在去安卡拉拉尼佛 这个成都大巴的副驾座这个位置 我刚上车没有一分钟 这个车子自己就往前跑了 因为司机没有拉手杀 我以为司机在了 我一看我左边是没有人的 然后静止前面就有一辆汽车 我赶紧把方向盘抹了一下子 这个时候司机上来踩了一脚刹车 不然我们这个车子还没出发 刹车车祸了 就要撞车了 太惊险了 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周围已经旅游非洲三个月的同学 现在的感觉如何 感觉很累 身心疲惫 不光是体能精神方面 压力也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因为不可能旅游的那么轻松 当你看到一个美景的时候 你要先看一下四周 有没有那种可疑人物 之后当你确定完你周围很安全的时候 你才可以迅速的去开一些报酬 拍完立马收起来是吧 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 速速条件很差 吃的还行 但是不是很卫生 因为非洲的这个水源问题 他们的水特别涨 还有一个就是原材料 肉也好 任何食物的原材料都不是很干净 走到菜场的时候看到一个肉铺 就是那一块肉厂铺的密密麻麻的苍蝇 那个密集恐惧症的话 看到会非常难 而且医疗设施肯定也有限 整个非洲这边一路涨 我都没看到什么大约 马达加斯加的机场里面的店 都只收欧元或者美元 都不收阿里 然后大家把钱都扔了 都捐了 里面好多钱 关注我二手烟火 带你走遍世界的角落 现在往最后一站毛铃鱼鱼鱼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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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